我现在在长沙火车站 曾几何时长沙火车站 人流是非常大 如今人烟没有以前忘了 你看后车室进后车室的人 稀稀拉拉 广港上等车的人也非常少 花坛那里也有少量的人 少量的人在行走 出租车等客等的也很少 周期很长 你看这几辆车已经等了好久了 广场上还有一些人坐在这里乘凉还是干什么 休闲 好像不是乘车的 这是一个地铁站 好像从地铁站上来了几辆客人 在地铁站的门口 有一些客人在等 等车 他们没有进站 看后车大厅门口没有出现拥挤 曾经何时那时候是拥挤的不得了啊 前面就是社会大厅 广场上也有少量的人走 这不是充车的 灯光下还挺明亮的 这是社会车辆停车场 还有很多空位置 这个出租车在送客 在赶火车 这里是售票厅 我们去看一下 售票厅人很少了 每个窗口就那么两三个人 和以前的排长队的情形相比 那真是少的可怜 由于总体客人少了 进店消费的也少了 这是出站口 由于人员少了 车次少了 出站口都是关闭的 想象出这个出站口啊 接客的接人的 好多要排队 客少了 遛狗子都出来了 由此可见 由于自驾的飞机 高铁 各种交通选择 坐这种传统火车的 客流不断的减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